蔡英文总统蜜月期结束了吗 我们经过非常缜密的 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之后 我们的答案是 蔡英文总统的蜜月期即将结束 总统蔡英文持证三个月 台湾民意基金会针对总统声望调查 发现小英总统跟刚上任时相比 声望已经下降十七点六个百分点 虽然小英总统还有超过半数民众支持 但学者认为总统蜜月期即将结束 虽然蜜月期结束 但是台湾人民还给蔡总统机会 整体来讲大方向来讲 信心来讲 人民是还超过一半在支持他 给他机会 所以他是及格的六十一点多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评比 小英总统上任三个月以来 国际外交与国民年金改革 获得超过半数民众肯定 但国防事务拼经济以及劳工政策 则受到日前雄三飞弹误设 坦克反复一例一休 华航罢工等争议获得低分评比 至于上任三个月以来的整体施政表现 台湾人民还是给了小英政府六十一点二八分 勉强及格 另外针对小英总统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 以及相关原住民族政策实践 只获得百分之四十七点二的民众认同 原住民的部分八月一号要道歉 没有错 他是九大证件里面要道歉 OK 但是呢 在道歉之前 差不多已经两个月 原住民对于这个促转条例 已经酝酿很久 因为什么原住民的这个调真相 就放在总统 我是没有调查权的 跟他这样解释 他就是硬是不要 那这样道歉的时候呢 表面上你是道歉 是很象征意义的 看起来是很风光的样子 但是我是觉得 这是销毁原住民 东澳大学教授 施政风认为 小英总统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 并未对原住民族人说明清楚 也没有对汉人社会 清楚交代道歉含义 是造成目前原住民族政策 民意调查评比分数低落的 主要原因之一 学者观察新政府 三个月之间以来 表现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若再不努力 可能就会被人民荡掉 记者 我们徐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